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杨座乐观的性格也成为他们吸引一性的主要的武器 如果在这个时候白杨座想要摆脱单身的话 完全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要格外主要不要因为喜欢自己的人变多了就搞暧昧哦 不然很容易伤人伤己的 双子座 遇见真爱双子座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贪图新鲜感的人 他们在感情或许并没有那么的忠诚 但是他们的人格魅力 还是会吸引很多一性对他们的关注 特别是在六月后花心的双子座 很有可能会遇见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并且为了对方彻底的改变自己 所以双子座在六月之后要好好的注意自己身边的一性咯 因为你们的真爱很有可能就藏在你们的身边哦 天秤座变得平易近人 天秤座一直都是自带光环的 他们天生比较优雅和高贵 让人感觉只可远观不可近看 所以就算是有人喜欢他们 但是也总是不敢主动的去亲近他们 但是在六月之后天秤座会变得格外的平易近人 也会主动的去和别人接近 那些喜欢他们又不敢主动的人 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蠢蠢欲动 在六月之后跟天秤座告白的人会变得很多 天秤座也会在其中遇见自己心仪的对象 但是天秤座在该出手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 不然很有可能会和爱情擦肩而过 双鱼座获得浪漫爱情 双鱼座一直都是比较追求爱情的 他们喜欢浪漫的爱情生活 自然也一直渴望自己可以拥有像王子公主一样的爱情 那么在六月之后双鱼座实现愿望的机会就来了 因为双鱼座会遇见那个时时刻刻 把他们放在自己心里的人 真爱可遇不可求 所以双鱼座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了 好好地看清楚自己喜欢的人 不要轻易错过